可能我剛剛沒有注意聽 你這個其他的獎勵可以百分之五十 這是因為老舊專案有五十嘛 一般都更就有三十 那這個為什麼都更變更是百分之五 那這個獎勵我知道 他是一般用連看裡面的獎勵 這個都更 對 都計變更可以配到0.5 所以難怪有這麼多不同的建議的部分 那至於那個 沒辦法解決那個鬆台人 我覺得的確也溝通了那麼久 那剛剛把監獄局也提出說 目前都先暫時還沒有解決處理的情況 都先不予處理 我覺得我也尊重 因為2月到現在大概有溝通很多次 那既然提到大會已經有明確的說明 那我就尊重我們建議局溝通的樂界 就這樣 其實大家都講到很多了 我只是覺得就是說 剛剛提到那個 航空的那個 那個解釋的部分 其實居久的在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因為 我站成就是說 我們既然的清晨樓來講的話 我在公司計畫上面來講 我們就把你畫的計畫上去 成不成功 因為我們畫的不一定在一個 這個計畫來講 他們不一定會成功 但至少這個條件留在那個地方 會有一起的情境 那另外一個來說的時候 如果說 這種狀況之下 還是有爭議的情況 那等於說 有一個出入口的情況之下來講 其他是我設計來講 算要設計 做到住戶來講 他們到處要來做延開的時候 再怎麼都沖口 都要把它打開 我是這樣子建議 因為那個 陶遠就是這樣子在做的 好 謝謝 來 這個 方便 這案裡面 剛剛的那個決定局報告 是有自行車跟負行的一個 揮發要求 那同時這個 這個地區又連進 我們新計畫區 它是一個U-Bite的示範地區 很相近 所以我們是建議說 在結二、結三的這個用地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設置這個自行車 這腳踏車的車位 如何這樣的 候選議員要求 就是 第二點 我們建議說 這個案子爆發比較計畫 那麼剛剛 陳寫裡面都有說 要給一點的操縱 包括就是說 那個議台公益 包括下面 那我是建議說 先轉 這個道內正部審議期間 這個如果有一個定案出來 其實道內正部還是可以提修正 那麼我們 多次的委員 好像說這不能再扣下去 所以我是做這樣一個建議 那麼涉及的就是說 議台公益 你這個期間 你也可以繼續談 那麼談成 道內正部可以做一個修正 那因為七部計畫是要等 你要計畫核定以後才可以處理 這個都可以 我想市政府都可以配備 至於那七樓的部分 現在的方案是最佳方案 那也是為了他們好 那如果他們真的都不要 那道內正部 我們就把它刪掉 道內正部還可以提刪掉 那這個期間是為他好 那我是做這樣的一個正義說 可以先繼續走 因為剛剛講到 其他計畫還要到內正部 這個期間呢 到內正部在審議之前 都還有一個空間可以處理 以上謝謝 好謝謝 來其他委員 今天這個人民的陳情意見 我想他都已經非常很明確了 比較更高層次就是 要不要RO4 這個是一個剛剛陳委員 在第一次的專案小組 回憶 我好像這個市府好像並沒有要回應 要檢討這個案子 因為這個案子好像 是 也不是檢驗局想要做 就是不同項目 也是一個政治上的妥協啦 選票上的討勵啦 地方 所以這個好像要動可能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因為這個地方 這個卡在這個松台 這個主要關鍵 那麼 剛剛也有一些這個建議啦 其實過去呢 我們也曾經建議啦 我們這個榮基率好像 現在只是單方面的想法 就是政府 我為了要更新啊 我為了要好好 這個好好看啊 或者什麼 我就是用這個榮基率 為什麼不能用這個彈性一點 就是老百姓願意 從這個榮基銀行裡面買 為什麼 有一些是講的 有一些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買 那有一些問題你解決 因為這個重大的公共工程呢 是有助於都市的 等於說一個環境的一個改造 如果還是 想法是用公平啊 非常嚴謹的 一瓶換一瓶 我如果是覺得更有創意的話 一瓶換兩瓶 一瓶換三瓶都無所謂 但是你要買 你要付錢買 但是你要買 這個就是開花許可很重要的經費 這個開花 融基開花權是屬於社會 那你能付錢來買 為什麼不可以 我是這樣 過去我這樣想 可是好像我們委員會 好像從來都不敢去控制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這個地方很多地方 因為我們現在捷運做了這麼多 我們TOD的口號叫得這麼響 可是你還是原來的融基 原來的助商 就是加上一個賦 好像沒有什麼意義 我是覺得 就是說 你融基率如果 我這個講的 我這個公案 如果說 我們放官 有融基銀行可以買賣 那你這個地方大概協調 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你願意出錢 那麼我決定 這個就沒有什麼公平 就沒有問題 是這樣的用心 所以你這樣用地 這個政策就能實現 這個地方我增加多少 但是你是有土地 地主要來買 這個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我們台北市過去像柳鄉 柳鄉第一次更新計畫的時候 它並不是說 你沒有土地你就不能參加更新 它是另外有一種方法 用這個所謂附上的 折算你的這個權利 那麼也能解決 不然說始終 那個時候 有的是 那個是他主佔有 就是我有房子 但是我沒有土地 就是他主佔有 這樣的情況是要 它也可以折算 有時候呢 你這個 這個 弱勢的團體 就配合社會的一個福利政策 也可以有適當的這個處理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綜合的方法 如果我們更新 或者聯合開花 因為過去美國都是更新最大的失敗 就是把這個貧窮的 rule out 我更新我就定個 那你這個弱勢的 就把你這個 rule out 這個就是最不道德的 後來他們才考慮到 你這個弱勢 我怎麼樣 所以那個聯合開花什麼 我們也應該修訂 我們現在的辦法 有很多地方 這個才是綜合解決的問題 你如果更新 或者聯合開花 你把這些 這個比較弱勢的 你把它 rule out 那我是覺得 這個不是一個法令很正 很好的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一邊做 一邊在 要檢討 在修訂 我們很多法令 我再簡單的重複一下 就是我們容解力 現在用的事實上是太極限 沒有辦法實際的反應 我們TOD現在的進程 你有捷運的地方 為什麼這個捷運這樣不能提高 但提高不是要給他們這個 也這個不公平 而是說你要可以 那你就來買 這樣子配合我的獎勵 跟你來買 那這個問題就比較有彈性的進去 第二就是那個 所以我剛剛提到 居住的3點 請見 好 謝謝 各位可以吃看 謝謝